小白云,怎么了?今天的天气可真热,猫小帅正躲在树荫下睡觉呢,真舒服呀。 一团小白云朝猫小帅飘了过来,猫小帅和小白云张手。 嘿,小白云,你好呀!可过了一会儿,小白云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。 小白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,有点害怕。 猫小帅摸摸小白云说,小白云,别担心,让我来帮你。 他踮起脚尖,举着长长的刷子,做刷刷呀,又刷刷。 小白云很快就被泡泡包围了,哗哗哗哗。 猫小帅又拿水管把泡泡冲干净,可是不管猫小帅怎么用力刷,小白云还是黑黑的一团,一点变化都没有。 咦,这是怎么回事呀? 猫小帅又变成了粉刷酱。 他拿起大刷子,在小白云上涂呀,涂呀。 黑黑的小白云一会儿就变成白白的了。 小白云很开心,可突然,小白云又变成黑黑的一团。 这是怎么了? 哗啦啦,哗啦啦,天空开始下雨了。 黑黑的小白云越变越小。 小白云又飘在了空中,太阳公公也笑了。 猫小帅在哪儿呢? 瞧,他又躲在树荫下,睡觉呢。 吃鱼伞的乌云怪 天上住着一只乌云怪,他最喜欢吃鱼伞了。 猫小美撑着小红伞,蹦蹦跳跳。 一点也没有注意到,乌云怪悄悄跟着呢。 乌云怪舔了舔小红伞。 嘿,味道真不错呀。 猫小美想躲着乌云怪,可他又追来了。 嗷嗷一口,就把猫小美的小红伞吃掉了。 乌云怪真是很讨厌,很讨厌。 猫小美瞪着调皮的乌云怪,生气得直跺脚。 乌云怪却舔了舔口声说,还要吃,还要吃。 猫小帅握紧了手里的小雨伞。 猫小,才不给你吃呢。 乌云怪看着猫小帅的小伞,可馋了。 一会儿变成大鱿鱼甩甩尾巴,一会儿变成小狗汪汪汪。 突然,乌云怪又变成一只大老虎。 糟糕,乌云怪就要追上猫小帅了。 猫小帅收起了雨伞,戳了戳乌云怪的肚子。 好痒,好痒,好痒。 乌云怪扭扭身体,笑个不停。 再来一下。 乌云怪像个泄了气的大皮球,直溜就漏气了。 哗啦啦,哗啦啦,又下雨了。 路上,小动物们又撑起漂亮的小伞,有红的,绿的,黄的,各种不同的图案。 花花绿绿,可漂亮了。